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面对数码鸿沟问题 港康码的登记操作程序 远比安心出行复杂 当局应该吸取教训 火拍民间机构和慈善团体 支援长者和有需要人士 声道日报社论 政府公布港康码详程 下个星期五被市民登记使用 部分市民不愿意上载多项个人资料 和出入记录 但是又上北上 可能行歪路转空子 在通关的时候 上载的行踪资料不尽不实 造成防疫漏洞 港府必须验程提供虚假资料的过关人士 长远要对安心出行情星 实施实名制 甚或推出疫苗护照 確保市民免检疫回内地的时候 提交真确行踪记录 文汇报社评 国家奥运建议代表团 今日抵港 开展三日交流活动 国家建议奥运扬威之后访港 是回归至今从未间断的传统盛事 国家要善用奥运建议访港良机 持续推动体育结潮 发挥好体育在培育 清年良好价值观 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 警方在游堂拘捕三个男人涉嫌贩毒 其中一人是学生 警方将怀疑和案件有关的私家车 拖回去观塘警署 两个分别 24和27岁被捕男人协助警员搜车 而被捕的16岁学生 由警员压离警署继续搜证 警方昨晚10点钟左右 根据线报 在游泥村拘捕三个目标人物 搜查其中一个疑犯在游泥村的住所 检目怀疑毒品包括何卡因、遥头犬和冰道 大约价值9万元 被围封的蓝田安田村安建楼 上午大约7点钟完成压制检测 有大约1100人接受检测 无人确诊 今早已检测的住客 经过卫生署人员查验检测证明后 离开大厦 卫生署人员曾访问360个住户 当中有6户无人应门 会作出跟讯 一个28岁女人 打起两剂伏必泰疫苗 在上个月20日来港前往美国 离开香港之前检测情阴性 今个月1日由美国回港 在机场检测情阳性 并出现病征 GT值少过30 并确认带有L4-52R变异病毒株 她离开香港前居住奖安建楼 在昨晚围封强健 荣博报道 为幼师提供培训的 蔡马会自由趣计划 鼓励设计生活化的STEM探索活动 有参与的幼稚园学生 留意到同学将防疫面罩四处摆 设计面罩架解决卫生问题 也有幼稚园设计特制雨散架 方便同学擦干雨傘 计划主办者之一要中幼教学院校长袁海球 批评现时STEM教育商品化 坊间推出昂贵STEM教材 部分更加要幼儿学编程 她认为昂贵未必等于有用 鼓励游生活中寻找难题 让幼儿透过游戏学习 东方日报报道 香港房屋委员会商业楼宇小组委员会 昨天通过由夏年开始 为贴近市场收费水平 上条私家车、轻型货车 和电单车泊车位的时租 和私家车泊车位日泊 和24小时泊的收费 其中轻型货车和电单车泊车位 时租收费上条1元 而私家车泊车位的日泊 和24小时泊收费就上条5元 而至于为期一年的核下停车场的 现行决租收费就不变 各位早晨一起看外面的交通情况 先看看九龙过香港 屋打路道南行线近九龙医院 这个位置经西随、洪随和东随过香港 目前都是交通正常的 分别是要用13、10和15分钟 我们转看看 家事居度东行线近香港理工大学 这个位置经洪随过香港 现在就交通繁忙了 要用9分钟 已经东随系交通正常 用近11分钟 我们看看新界方面 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 见到去九龙东、九龙中和九龙西 都是交通繁忙 分别是要用17和26分钟 各位早晨一起看外面的交通情况 先看看九龙过香港 渡船街南行线近富荣花园 这个位置经洪随过香港 现在是交通繁忙 用14分钟 已经筛述了就交通正常 用5分钟 我们转看看 家事居度东行线近香港理工大学 这个位置经洪随过香港 同样都是交通繁忙 要用10分钟 已经冬畅了就交通正常 用13分钟 我们看看新界方面 大陆山随道公路近石门 见到去九龙东、九龙中和去九龙西 同样都是交通繁忙 分别是要用11、13和17分钟 黄大仙发生三宗纵火案 警方拘捕两个怀疑涉案少年 馮毛街近摩士公园泳池附近 一架电单车和附近的雜物 在凌晨2点左右着火 消防将火救星 电单车减重销毁 大约半个几钟之后 东头村越东楼出面 一架客货车和车隔离的手推车着火 警员调查期间 摩士公园里面一个残疾人士厕所也着火 消防将火救星 之后认为三宗火警又可疑 警员经调查之后 在附近捕捉了两个13岁和15岁的少年 怀疑与案件有关 港铁铜锣湾站昨晚挖满 有列车脱门 没有人受伤 港岛市列车服务受了大约三个钟 到晚上近9点钟逐步回复正常 港铁估计在列车进站的时候 撞到广告牌移载位的部位 导致意外 港铁凌晨收车之后 已经检查所有和摄氏同类型的广告牌 确保稳固 今早见到摄氏广告牌上的海报已经移除 旁边的广告牌也都没有着灯 港铁工程人员 昨晚一度为广告牌贴上啡色胶纸 作临时加固 今早也都已经移除 在早早繁忙时间 港岛市列车服务维持大约两分钟一班车 目前来说我们全香港合资格接种的人口 有476万已经接种了最少一剂 超过七成 第三针的人数已经有18万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推高疫苗的接种率 一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长者 万一感染的时候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 特别是面对变种病毒的肆虐 我们更加要值这个机会 要及早接种疫苗 第二就是现在我们都积极地 和内地政府中央来商讨 如何逐步有罪地去恢复通关 立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小规模 但是希望能够可以逐渐去扩展 所以跟内地 以至跟全球通关 最重要的 如何能够保持持续的通关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高的疫苗接种率 因为这样的时候 社会才有一个强的保护屏障 才能够可以做得成 所以这些原因 希望大家尽快鼓励身边的朋友 特别是长者来去接种疫苗 因为接种疫苗也是非常安全 而且就算是有长期病患 只要不是急症 都可以安全地接种疫苗 不过同流感针要隔开最少14天